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电视剧一直都有,但大爆的可不多见 而都听好却成为了一部大爆的剧 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其中的几个主演们也是深受欢迎 主演的姚陈倪大红就不用多说了 本来就是实力派 而饰演宋云城的郭京飞 人气也因此变得高了起来 郭京飞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人人都讨厌的角色 一般这种角色只会被吐槽 没想到他却大火了 即使郭京飞是一个被低估了的演员 虽然在大部分男性中他的颜值不算出众 但是出演过的作品却均令人印象深刻 可惜也是戏红人不红的境地 虽然郭京飞饰演的苏明成很让人讨厌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能让人对他恨起来 因为他太有趣 郭京飞人气上涨后在接受采访时 说到这部剧成为了大爆的剧 郭京飞表现得一点都不惊讶 反而是夸起了姚陈 他表示这部剧如果不是暴剧 那姚陈能接吗 调侃的语气 但是却又夸到了姚陈 这大概就是说话的意思了 而郭京飞在说到如何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为了让这个角色稍微讨人喜欢一点 他也自主的加了很多台词 比如说在吐槽自己的爸爸方面 更加逗趣属性全开 什么今夜你无名 大哥买的个糖葫芦你也记等等 这些都是郭京飞自创的台词 这些话现在也变成了网友们挂在口头上的金句 可以说郭京飞是一个很有趣的演员了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